为什么在日本君千万不能来哟 嗨嗨 大家好 我是莉子 在日本直接喊对方的名字只有两种情况 一 关系非常好 二 要干假了 如果是以上两种情况都不是的话 我该如何跟日本人搭讪呢 日本人根据和别人关系的亲书 会使用不同的称呼来表示礼貌 尊重或者是亲力感 一般都是在姓氏或者是名字的后面 加上 酸 酱 君 样 这样的后缀词 相信B站的很多老阿词源的同学 对于酸 酱 酱 君 样这几个单词 肯定是不陌生的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使用呢 在现实生活与动脉当中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今天例子就带你捋一捋 首先 酸 中文意义为 酸 部分性别加在性质的后面表示尊敬 比如 サコロソン サトサン 同事同学之间经常使用 当你拿捏不准和对方算不算熟 不知道如何称呼对方时 酸可以算是日语称呼中最安全的一种称呼方式吧 当然其实也不建议大家把酸翻译成固定的先生或者是女士 因为除了可以加在人民后面之外呢 酸也可以加在家族称呼后面 比如说 你总不能翻译成妈妈女士 爸爸先生吧 酸也可以加在职业的后面表示尊敬 比如 所以大家只要记住 酸加在人民人称后面表示尊敬就可以了 但是注意哦 酸是不可以加在自己名称后面的哈 中文音译为酸可以加在人民人称中表示关系亲衣 可以用在关系比较好彼此比较熟悉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之间 比如说 也可以表示对家人的亲衣的称呼 比如说 都用于女孩子的名字后面也可以称为心爱的小动物 对于成人的称呼呢 酸和桑则体现了关系的亲疏 酸君 坑在日常生活中啊 可以称呼年龄辈分比自己小 或者是与自己年龄相当的男性 注意哦 千万不要称呼上司的时候说 叉叉君 不然你的上司啊 估计会和你脸上笑嘻嘻 心里妈卖皮了 想揍你 要告诉自己说 哎呀 你是外国来的小孩子 不懂事 对吧 那在这里啊 例子提个问题 你们觉得称呼女孩子可以在名字后面加上君吗 比如说 静香君 小麦君 しつか君 うまる君 可不可以呢 答案其实是可以的 很多中国人可能不知道 君并不专指男性 女性也可以是什么什么君 只不过君既不如相尊敬 又不如将亲近 所以说很少有人这么叫女性就是了 一般的话呢 只有老师和上司才会这么喊女性 因为假设你的上司啊 已经五十多岁了 称呼女下属桑的话呢 对方会有一些不够格 称呼这样的话呢 又会显得很猥琐变态 所以就只能用金拉 四 样 サマ サマ是比桑更为敬重的一种表达 再过去啊 サマ都是用来称呼身份崇高的人物 相当于教了他们什么什么大人 比如日本人管他们所崇尚的神明大人呢 就叫做 カミサマ 或者现在在服务行业也经常能够听到 オキャクサマ 客人 毕竟顾客就是上帝嘛 在职场上使用时呢 为了表达尊敬 会称呼其他公司的领导 以及客户为什么什么サマ 比如说发送商务邮件的开头呢 就会使用到名字加サマ的称谓 以上是在日本日常交际中 比较常见的几种称呼方式 如果有机会和日本人交流的话呢 也要注意根据场合对象 选择恰当的称呼哦 谢谢大家